客场战胜勇士之后,快船迎来了两连胜,很显然,对于目前球队的处境,不管是球迷还是媒体,他们对快船的状态都是非常惊讶的。 首先,休赛七快船失去了乔治,送走了威少。 其次,在赛季开始之前,伦纳德手术的消息传遍联盟。 一时间,这支星光璀璨的银河战舰只剩下了35岁的詹姆斯哈登独自扛起大旗。 特别是伦纳德手术的消息,更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,几乎让所有球迷都感到麻木,失去了信心。 然而,就在大部分人都对快船丧失了信心的前提下,这支昔日拥有豪华阵容的球队,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韧性, 同时也展示了他们愿意放下身段,为了胜利去拼每一个回合。 连续战胜绝金和勇士这样的球队,还是在客场,快船这两场胜利的韩金亮,不言而喻。 即便是接木战输给拥有三巨头的太阳,快船不过也只是在加时数了三分罢了。 而快船能够打出如此强硬表现的根本,在于他们的防守。 截至目前,快船的整体防守效率高居联盟第三,而他们面对的三支球队,进攻效率均排名联盟前十。 出色的防守,离不开心远小德·李克琼斯和邓温的加盟,但是能够将一整支球队的防守捏合到一起,快船需要感谢他们的首席助理教练杰夫·范甘迪。 说起范甘迪,相信国内的球迷应该都很熟悉,他在姚明进入NBA之后就成为了火箭主帅,并且在火箭执教了四个赛季。 那个时候,范甘迪就是以防守著称,他在此前带领尼克斯的时候,就带队常年霸榜防守效率榜单。 在火箭执教时,这支以姚明麦迪为首的球队在防守效率方面从未跌出过联盟前五。 当然了,也有不少人质疑,小范甘迪离开NBA教练岗位都已经超过15年了,他还能适应现在的联盟环境吗?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,小范甘迪只是不执教了,他不是离开NBA,更不是离开篮球。 这些年,小范甘迪一直在解说的位置上,继续关注并且熟悉篮球的发展。 过去这个赛季,小范甘迪更是作为凯尔特人的高级篮球顾问,随队拿到了总冠军奖杯。 他深知现代篮球的改变,但小范甘迪对于篮球的核心理念依旧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,那就是防守才能赢得总冠军。 就目前快船的情况,他们空间糟糕,进攻很不稳定。 这反而凸显了小范甘迪的重要性。 如果没有他的兜底防守基本盘,没有他对球员在防守,积极性,拼抢方面的高标准高要求,说实话,快船可能真的已经崩盘了。 话说回来,泰伦卢为了得到小范甘迪,他可以说是等待久矣。 在骑士执教的时候,泰伦卢就多次询问小范甘迪的出山意愿。 这一次,泰伦卢总算是打动了小范甘迪,后者这些年不仅活跃在篮球解说方面,他还担任过美国南篮的教练,带队打过一些州际的赛事,也在美国南篮做过其他的一些助教的工作。 可以说,小范甘迪一直活跃在第二三线,这次他不过是重新回到了执教的第一线罢了。 加盟快船之后,泰伦卢将小范甘迪形容成篮球疯子,因为他往往天还没亮,就已经到了训练馆,提前和一些角色球员们研究防守。 要知道,那是在美国南篮夺得金牌之后,小范甘迪并没有在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选择休息,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当中。 除了执教师,对于细节把控非常严格,小范甘迪会在地板上贴上一些标签,每次补防,球员都需要到位。 此外,他还会在球员的更衣柜放置一些小纸条,在常规赛开始之前,他会研究录像,研究对手球员的习惯和细节。 然后,把每个位置的对位防守计划,重点全部写在纸条上,给球员们加深印象。 这一点是哈登在采访当中透露的,后者表示,对于防守细节的把控,小范甘迪是他遇到的最为严谨的教练。 当然了,邓恩和小德里克琼斯的加盟,确实会对快船的防守有所帮助,但过去这个赛季,快船的封线组合是乔治和伦纳德, 他们的防守效率一直在联盟第17,18徘徊,能做到现在联盟前三,小范甘迪才是那个关键的因素。 往往在球星出现缺席的情况下,防守才是一支球队的基本盘, 这可以帮助快船在很多个夜晚,至少能够得到一些赢球的机会。 截至目前,快船的常规赛表现都是出人意料的。 乔治的离去,威少被扫地出门,核心阵容能力遭到削弱,这倒没什么。 伦纳德在赛季开始之前的手术消息,对这支球队绝对是一个巨大,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 当快船一下子只能依靠35岁的哈登去带队前进的时候,说实话,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心疼哈登,并且猜测本赛季结束之后,他是否会拒绝执行球员选项,离开自己的家乡了。 站在这个角度,快船接连战胜绝进勇士,这绝对是外界预料不到的事情。 快船让人眼前一亮,他们能够在核心阴伤缺席,进攻把握性不高的情况下,依旧能够连克强敌,甚至输太阳也只是输了三分,熬战到加时,快船更多靠的就是防守。 过去几个赛季,快船的防守效率一直维持在联盟第17,18的位置,大概就是中游向下一点。 然而,目前快船的防守效率排名联盟第3,在考虑到他们遇到的三支球队进攻效率均排名联盟前10,快船打出的防守效率,含金量十足。 杰弗范甘迪的加入,显然对于快船的防守体系建立有巨大的影响力,但快船的新员们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 晓得李克琼斯成了快船封线上的一把大锁,但他现在所做的事情,以往乔治和伦纳德也可以做得很好,快船防守提升最大的位置是二号位。 克里斯邓恩的加盟,对快船而言,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。 面对勇士,快船有一个防守回合,让人印象深刻。 勇士轮转球的速度很快,球到底脚库明家手里的时候,其实是有一些空间的,但邓恩在球传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转身去补底脚这个位置了。 他既没有给库明家出手的机会,同时还保持了一小段空间,阻止了后者突破。 无奈之下,库明家只能选择传球,随后接球的谢尔德出手三分,被鲍威尔大帽,大部分情况下,这种往底线扇的球,基本都是出界,球权还是勇士的。 但邓恩在鲍威尔冒掉谢尔德的一瞬间,就从他原本往上线走的路线,突然转身,快速往底线冲去,极限把球救回,抢回了球权的同时,快船完成反击,投进三分。 这个回合,快船不禁里外里把优势继续拉大,而且他们的势头彻底起来了。 邓恩在这个回合,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数据进涨,冒也不是他盖的,反击三分更不是他的助攻和得分,但谁都清楚。 这个回合,邓恩才是核心关键。 6分9篮板,4助攻4强断,这是邓恩面对勇士交出的数据单,而他目前的赛季数据为场均7.3分6.3篮板,2.3助攻2.0强断,投篮命中率60.0%,3分命中率44.4%。 其实看了这几场快船的球之后,大家也都清楚,邓恩是那种数据体现不出作用的球员,他拼抢积极,防守凶狠,且抢断快速准确,对于后场篮板的保护做得也很到位。 进攻端不占球权的同时,邓恩还能把握住一些空位投篮的机会,当然了,尽管投篮依旧不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,但对于三年1700万美元的价格来说,邓恩光是防守就超值了。 到底什么才是防守汉将,邓恩就是最典型的防守汉将。 很直观的对比,快船另一名侧翼曼恩,他也是靠防守,拼抢,积极性吃饭,进攻能力不那么突出,但是曼恩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只有积极性,防守方面基本是谁都限制不住。 而邓恩是真正能够做到单防可以一定程度锁住对手,协防也能让对手的转移球无攻而返,这不仅仅需要积极,还需要判断,意识。 说白了,邓恩是在积极的同时,他确实防守能力非常出色,这是曼恩无法相比的。 面对勇士,曼恩作为快船的首发,他的出场时间已经被下降到了18分钟,而替补的邓恩出战时间超过了28分钟, 整个赛季来看,邓恩22.3分钟的场均出场时间也已经反超了曼恩。 往往首发球员会有天然的出场时间优势,因为球员总是要轮换休息,先出场,先轮换,后续也能先回到球场。 已经有不少快船球迷呼吁,球队应该把邓恩放进先发,如果不是曼恩此前已经签下了三年4700万美元的大合同,他的首发位置估计就是邓恩的了。